北市南港車站前好幾名員警拔腿狂奔 一路衝刺 還有巡邏車鳴敵緊跟在後 這宛如電一般的場景 竟然在街頭上真實呈現 當時警匪追逐就發生在台北市南港車站前的大馬路上 因為正逢上班時間 因此讓不少目擊民眾全都嚇了一跳 我有看到一個警察機車停在我牌子旁邊 然後人不見了 結果那個人突然就開始跑起來 就跑給機擦水 我以為他是什麼東西犯還是什麼 所以有點害怕 他以為目擊到重大罪犯脫逃 民眾實在心驚驚 但員警也不是省油的燈 不到三兩下立刻將人逮捕 除了五名員警將人壓制在地 嫌犯完全動彈不得只能束手就擒 非得要大動干戈 男子才肯就範 原來他會被抓 就是因為騎著沒有後照鏡的急車上路 被巡邏員警盤查 結果核對身份時查出他是逃逸移工 當下他就心虛落跑 事發在五號台北市南港車站前往市民大道的馬路上 二十三歲的蘇星男子從去年七月移工身份就與其 卻因交通違規意外遭遠警釋破身份 而他就怕遭到遣返回國 竟使出飛毛腿當街跑給警察追 警方立即啟動攔截圍捕 成功合力將疏難壓制逮捕 定依違反入出國籍移民法 移送台北市專情隊偵辦 移工大馬路上跑百米挑戰公權力 但才跑了三百多公尺 還是跑不過優勢警力 最終被團團包圍下場還是遣返出境 進入淋加淋淋採訪不到